不同國家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是很正常的事 根據英國《衛報》引述蓋諾普一項全球調查發現 新加坡是全球最不情緒化的國家 調查訪問了全球155個國家 每個國家超過1000名15歲以上的民眾 分別問他們10條有關正負面情緒的問題 例如有沒有感受到被尊重 有沒有微笑或大笑過很多次 以及有沒有覺得傷心、擔心或痛苦等問題 發現新加坡人情緒波動最少 只有36人說會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以上提及的正面和負面情緒 排第二的是格魯吉亞 第三是立陶宛 排第四是俄羅斯 最情緒化的國家是菲律賓 有6成人說出現過這些正負面情緒